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老伴为了不受他们的白眼就出去捡破烂换钱 可是很快就因为劳累过度死了 我在家也待不住就出来乞讨过日子了 哎 你说当初生那么多孩子干啥 是不是傻 癌乞丐说完眼睛里含着泪花 声音也颤抖了 高乞丐问 那你出来多久了 孩子就没来找过你 癌乞丐擦了擦泪水说 快三年了 那几个兔崽子从来没找过我 他们巴不得我永远别回去 哎 也不怕你笑话 当初我老伴死的时候 我那几个儿媳妇凑在一起说早就该死了 你说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我现在这样也挺好 不让他们讨厌着 不看他们脸色 清静静静的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死了 没人知道 两个乞丐沉默良久 过了一会儿 高乞丐说话了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自愿来这里乞讨的 为了我的小儿子 我愿意当个乞丐 挨乞丐有些惊恶 怎么会为了儿子来做乞丐 高乞丐接着说 我有三个女儿 四十岁的时候老来得子生了个儿子 你也知道 村里人都喜欢儿子 我也是 对这个儿子从小就冲着 什么农活也不让他干 几个女儿做公赚的钱 也都让我花在了儿子身上 我就希望他能走出农村 将来有出息 我这儿子也算是不负众望 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我当时感觉特别骄傲 高乞丐说到这里 眼睛看着远方 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时候 眼睛里闪烁着荣耀和喜悦 白乞丐也不由地伸出大拇指说 老哥真是了不起 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啊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 后来他大学毕业了 考上了公务员 每年都会回家一趟 还会给家里寄钱写信 村里人哪都很羡慕我 我自己也是每天高兴地 咧着嘴笑 这个儿子果然没白养 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可是 哎 阿姨乞丐焦急地问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变了 连这三年都没有给家里寄钱 也没有回过家 更没有写过信 村里人都说 我儿子出事了 死了 也有人说 我儿子可能犯了法 被抓起来了 我也是着急啊 我就去城里找他 可是 他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住了 搬家了 没人知道 他去了哪儿 挨乞丐又是好奇地问道 那你来城里当乞丐 是为了找儿子 不是 他后来回去过 三年后的一天 那天天气很好 我儿子开着一辆 高级小轿车回了家 还带着个妖艳的女人 他们一来就说 接我去城里住 我在农村习惯了 城里也不认识什么人 就不想去 可是 他非要把我带走 硬拉着我上了车 我也就来了城里 我儿子那房子好大 比村里的祠堂都大 每天还有保姆给做饭 我想那日子 就跟古代的皇帝差不多吧 可是只过了十天 我那儿媳妇 就要我回老家去 他说 我儿子已经当上局长了 我没用了 没用了 那是什么意思 癌乞丐好奇地问 我当时也是这么问的 什么叫我儿子当上局长了 我就没用了 我那儿媳妇告诉我 原来当初 我儿子接我去城里 是因为组织上 在考察他 当局长 要有孝心 他们才赶紧 把我接过去 现在考察结束 我儿子 也当上了局长 留我在城里 就没用了 他还说 让我回去 也是我儿子的意思 这也太过分了 要是我 我也立马走了 好像谁稀罕似的 白乞丐气愤地说 不 我如果不知道真相 我就回去了 既然知道了真相 我就不能回去 如果我回去了 村里人知道了 会说三道四 说我儿子的不是 如果传到 儿子上级领导那里 我儿子恐怕就没好了 所以 我虽然离开了 儿子的家 但是并没有回村里 我就这样 在外面乞讨过活 为了不让我的儿子 落下个不孝的骂名 矮乞丐叹了口气 唉 我的老哥呀 你真是为了儿子 做尽了一切 可是这样不孝的儿子 要来干什么呀 高乞丐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远方笑了 战国策有言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既深远 为人父母的 哪怕上了年纪 也始终记挂着儿女 总想着为孩子 做些什么 给孩子留下点什么 很多老人 以为只要给孩子 留下足够的财富 那么子女以后的生活 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的 财富固然好 但有时候 却用处不大 如果子女 没有好的生活态度 就算你留下再多的财富 对方也会挥霍尽 如果子女 有好的生活态度 就算你没有 给她留下财富 她依然会过得快乐 每个家庭情况不同 但有几样东西 无论有钱没钱 一定要留给孩子 这是父母的关怀 也是父母的远见 勤俭持家 是最好的财富 苏氏说过 节俭亦是 惜福严寿之道 一个家庭的财富 是从勤俭当中 养出来的 勤能开源 俭可节流 勤俭持家 方能福泽绵长 至勤不俭 好比端个美底的碗 成得再多 也成不满 只俭不勤 就像坐池山空 精打细算 也不长远 我晶晶和霍启刚的 一双儿女 是典型的富三代 却只穿一百块的鞋子 即五毛钱的头绳 夫妻二人担心 孩子从小要啥有啥 理解不了 花钱容易 赚钱难 就让孩子 在家洗车 赚点零用钱 明白什么是 节俭西服 不管家里多富有 父母都要教育子女 节俭持家 无论是 一滴水 一厘米 一张纸 一度垫 只要能用 就坚持用 该花的钱 一定得花 能省的钱 一定要省 几代人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 不能白白浪费 善良做人 是最好的福报 汉代董仲书说 人人之多受者 外无贪 而内清静 心平和 而不识中正 良善的人 总是长寿 因为他们内心清静 中正平和 吴越前世被誉为千年名门望族 两者第一世家 家族中出过五个状元 封侯拜相者超过一百人 近世及地者更是数不胜数 前世家训曰 信交朋友 惠谱相邻 蓄寡金箍 敬老怀幼 旧灾周急 排难解分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 持功不可不谨言 存心不可不宽厚 天有好善之德 人有好善之心 钱学森是个典型 1995年 有一家基金会 奖励钱学森一百万港元 在当时 这笔钱可以买好几套北京的房子 钱学森一分不留 全圈给了中国西部的 制杀师爷 唯有善良的家风 才能培养出钱学森这样 一心未功的国之栋梁 人活于世 心存善念 常行善举 不畏取悦别人 只为做好自己 做个善良的人 踏实 做个厚道的人 心安 教育子女 做人善良 就是广众福田 对别人行善的同时 也是给自己的将来铺路 家庭和睦 是最好的家风 礼记有言 父子赌兄弟目 夫妇和 家之肥也 父子之间心意诚厚 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夫妻之间和和美美 家业才能兴旺发达 江文和江武兄弟俩 有事从来相互帮衬 母亲回忆 江文打工 挣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 回到家后 一半交给母亲 另一半都给了江武 他对弟弟说 这钱咱哥俩花 放你这儿 江文筹拍电影《让子弹飞》 出现资金短缺 急得整夜失眠 江武与妻子商量后 将家里的积蓄取出 帮哥哥渡过了难关 一家人关起门来过日子 就该拧成一股声 互相帮衬 相互支持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共同面对困难 共同解决问题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要家人和家风证 早晚都能发家 留下自己失败的经验教训 汉书中说 前车之父 后车之剑 意思是说 前面车辆的轻腹 后面的车辆 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以免重蹈覆辙 很多父母 发自内心地爱孩子 可方式方法 却很有问题 为了不让孩子 受到挫折和伤害 总是极力避免儿女 经受各种实践的考验 和竞争 但是 家长的这种做法 无异于引咎止渴 因为决定一个人 能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过得独立且幸福 往往是他对人性的了解 和对世界的深刻认知 单纯把孩子 圈在安全的环境中 不告诉他们 外面世界的黑暗和复杂 那么 孩子遇到坎坷 承受力会不堪一击 遇事也容易缺乏 主见和决断能力 过于依赖他人 30岁之前 也许儿女可以在父母的羽翼下 过得顺心如意 可是 人生总是困难重重 想要他们能独当一面 面对磨难时 能勇敢一搏 父母就需要主动地 把自己人生的失败经验和教训 悉数告诉孩子们 这些经验的真言 会成为子女们 吸取的最重要的养分和养料 帮助他们 在人生陷入低谷和迷茫期时 能够重振信心 找到人生的方向 少走很多弯路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